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投资朋友 现在台北股市随时随地 都会有历史的新天价 这样的行情 大家你的操作有没有赚到钱呢 我相信5月份 大家关注决老师 陈骏妍分析师 你一定手中都有一份资料 这一份的资料 昨天我们跟大家验证了上全 上全的利多 昨天盘前刚爆发出来而已 我相信我们也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这一份的资料 里面还有一档泛洪海集团的股票 接下来随时随地要准备发动了 像现在这个随时随地 要创历史新天价的行情 你一定要参与在里面 我相信就是说上个礼拜 行情在动荡的过程 我们在节目上已经告诉大家 第一个 台语有一句俗言 叫做怕 怕没就定 如果你会害怕 这个行情 你就是等它涨起来了 你会发现说股票创新高 拉涨停了 你才会发现说前面跌的时候 它是给你机会 所以5月份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聊到 当大盘回跌是外资在送礼物 外资送的礼物你要赶接 那我相信这一份的资料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验证 而且不断的在提醒 里面有一档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你在5月份劳动节过后 你拿到这一份资料的 100位的运通的观众朋友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动作 如果你没有动作 真的太可惜了 昨天我们跟大家验证上权 那个利多新闻爆发之前 我们这一份资料 足足领先9个交易日 当然了这个时间 我希望就说大家你务必要知道 盘面上能够拉涨停 让所有的人看到的股票 它前面一定会有一段酝酿的时间 我要你看我的节目 我要你认识我 摩尔投顾程俊妍分析师J老师 我要你知道 买股票要买在酝酿的过程当中 当一档股票准备要爆发 拉出一段的组声段 你要事先做好卡位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有将近20档 那我相信就是说 大家现在在盘中 讨论最高的 讨论度最高的来 就这一档2357的华硕 投资朋友 我问大家一句话 这个礼拜以前 来 这个礼拜以前 有多少人跟你讲AIPC 你五月份有加我Lite 小老鼠J178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在母亲节之前 已经在Lite 我的粉丝团里面 跟大家聊到 有一家公司 他要跟灰达合作AIPC的晶片 你今天看到华硕拉涨停板 我事先在母亲节之前 就已经放送了那一档股票 你觉得后面会不会 跟上来创新高 如果那一档股票 后面跟上来创新高 你就大盘 现在会是这样的位置而已吗 上个礼拜 大家你有看节目 AIPC 今天来讲 来 大家看的都是华硕 那我相信说上个礼拜五 盘中的节目 大家你有锁定 我们聊到AIPC的股票是这一档 2353的宏击 但我相信说不管宏击或者是华硕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当然华硕是法硕会出来 有释放出来AIPC的一个大力多 所以今天跳空拉涨停 大家可以看到跳空拉涨停之前 投信的筹码在做什么事情 投信的筹码在五月底 4月底 股价完成打底之后 五月份就开始做加码了 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因为00940 成分股要更新 还没有做发表 我已经告诉大家 你要事先的去留意一下 盘面上投信所买 有事先去做加码的股票 我们有聊到宏击吗 我们有聊到宏击吗 来 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大家都可以去回顾 现在是网路时代 你都可以看一下 运通财经台的YouTube频道 有没有宏击 当然了你追踪我 陈俊妍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很多的股票 投信索码的股票 我们早在节目上 就已经提醒所有观众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 只是一档接一档 轮流向上爆发而已 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 不要去追涨起来的股票 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卡位的是什么 准备突破前高 还没有突破前高 已经完成打底 不管它是底部接棒的股票 或者是组声段中继站的股票 只要现在这个时间 520的时间还没到 他等于说换句话讲 准备上来要创新高的股票 就是你现在该买的 不是等到拉起来才要去追 特别留意 当然上个礼拜我相信 不跟大家讲航运股 好像不可以的样子 今天航运股也很强 来 我相信大家你有追踪我的Lite 或者是我的YouTube频道 摩尔投顾陈俊元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我相信上个礼拜你就已经知道时间转折在什么地方了 今天是礼拜二 杨明今天快要几乎差了0.1元 差1个 1个 就要拉涨停板 2615的万海 上个礼拜是连续拉涨停的股票 2603的长荣 今天看起来好像也有机会拉涨停 投资朋友 来 像这样的股票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你只要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长期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你一定都知道 我都已经聊过 航运族群它是什么 是那个景气循环 长线循环的一个族群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最高峰 在2021年早就反应完了 所以在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因为从2021年 近年2024年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第一个 运价上涨 即便是它报价一直在往上做电高 但是它的股价只是短周期的反应 第二个 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2024年 像2024年第二季五月份 我们准备要520了 一样 任何航运指数的推升 我们台湾的航运股的股价 一律都只是短周期 所以换句话讲 你有追踪我的粉丝们 应该都知道 来 现在航运股 我们第一个要去留意的是什么 当然长榮这个波段来讲的话 它是相对算是被带动的 以领头阳 领头阳 阳明跟万海 第一个 我们在节目上已经交过粉丝了 从5月7号 这一根开始起算 八天的时间转折 八天 所以换句话讲 来 明天结算过后 礼拜三结算过后 你如果手中还有航运股 要特别提高警觉 好吧 因为航运股的周期 从2021年的高峰过后 下半年 2021年的下半年 一路到现在 你不管任何利多 都是短周期的一个反应 好吧 所以我这边提醒 你手中这边有操作 航运股的投资朋友 礼拜三 礼拜三结算过后 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也许这个时候获利放口袋 不是件坏事 毕竟你追踪旧好事的节目 加入我的Lite 小老鼠Z178 你现在都会知道 AIPC现在很强 对 可是我们上个礼拜节目 已经跟大家来聊到 投信走 就已经索码AIPC 哪一档股票 来 好 这个时间点 我不希望 大家 你现在看到新闻媒体 报华硕的利多 然后一股脑的全部都是华硕 华硕 当然 投信在五月份 已经开始来做索码 当然 在整个520之前 他当然股价还有机会 上个礼拜 你看节目 我们已经先跟大家去聊到 还在底部整理做一个 转折的中继站的 2353鸿基 其实 投信他吃货的时间更久 好不好 而且他还没突破前高 好 来 我希望这个时间点 大家你务必要知道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是 事先所反映的资讯 我不要你看到 那个市场的利多之后 你抄去买那些股票 切记 我们节目一开始 已经提醒大家了 你上个礼拜 早就已经加入我Lite的投资朋友 我们早在上个礼拜 母亲节之前 就已经送一档 跟AIPC有关的股票 到你的手机里面 那一档股票 它是跟辉达合作 AIPC晶片的公司 它如果可以带动它相关 周边的供应链 请问一下 现在你该买的股票 会不会只有一档 不会 不会 那我相信就是说 上个礼拜 行情的变化 让很多人会很害怕 大家你要知道 所谓怕怕怕就定 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先提醒了 昨天我们已经验证了 这一份的董监改选黑马股的资料 我相信上全 上全已经是大家 在我的这个节目来讲的话 5月份第一档 索取资料之后验证的股票 昨天上全的盘前新闻 已经公开了一个 5月30号要召开股东会 而且他要改选董事 第二个部分 市场要抢他经营权 是因为什么 上全跟台积电还有灰达 共同合作开发新的技术 所以上全很有机会 取得灰达的订单 投资朋友 我们资料是 劳动节过后 在节目上放送开放索取的 包含最重要的 我们已经聊到了 这个选股的条件完 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就是当一家 要改选董监 不管是董事老或是监事 特别留意 他如果产业有相关的利多 我们要去特别特别的提到 市场派会来抢他的经营权 所以这个利多的新闻 已经告诉大家 有中美金集团的人马 想要进驻上全的董事会了 来 这一份资料 我们在五一劳动节过后 已经传送到所有 运通财经台的观众 只要你愿意积极的 加我lite来索取 你现在早就 已经验证了这个利多讯息 我们是领先市场利多公开之前 9个交易日以前 我就送到你手里了 我现在要特别来做提醒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聊到了 鸿海的股价很强 但是他从来没有拉过涨停板 现在鸿海还在170块那边震荡 你真的要等鸿海200块 朋友 这一份资料里面 有一档泛鸿海集团的股票 你不买可惜啊 你错过没有拿到这一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加我lite小老鼠J178 接下来我们会在lite这边来做提醒 你想要跟我会员一起来赚 就立刻的把手机拿出来 搜寻小老鼠J178画面左下角 我希望就是说这个liteID 你一定要懂得去运用 因为赚钱的机会都在里面 现在这个时间 我希望 我们已经跟他来做提醒 你不要傻傻的等到这个礼拜五 00940的成分股 我换股的新名单出来 来 上全我们在5月劳动节之后 就已经将资料发送到大家的手送了 你可以看得到 投信加码上全的筹码 是从4月份开始的 上全的股价今天虽然还没冲涨停板 但是距离前波高点 近在咫尺 大盘已经过前高了 上全这一档股票 投信已经加码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来 像这类股票还很多 利多还没有释放的股票还很多 如果投信这个时间不断在做加码 你是要现在买 还是真的要等到礼拜五 礼拜五还收盘之后 礼拜五收盘之后 还等到你晚上准备吃晚餐的时间 你才看得到新闻媒体告诉你 哇00940大换股 那个确定了新成分股名单 你真的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 拿到资料的投资朋友 我们在这一边从5月开始 我算一算观众的人数 拿到资料的也将近快要200个了 你自己好好检视一下 你手中的这一份资料 不管是董监改选的黑马股 或者是这一份 我们针对鸿海珍宝 强强联手的黑马股 里面有股票准备要爆发 而且投信已经吃货 长达半个月了你知道吗 新的观众朋友 你还没认识我 摩尔投库程俊源分析师的投资朋友 我们有一份新的投信索马黑马股的名单 要送给你 来 现在大家在吃中饭 不妨花个几秒钟的时间 把手机拿出来 搜寻LINEID小老鼠J178 加入我的 专属的官方LINEID之后 你只要留言通关密语666 三个六 我们就把这一份投信索马股的名单 直接回传送给你 广告的时间好好利用哦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投资朋友 敬一个广告 台北股市现在已经在创历史的新天价了 历史的最高点已经突破到20940了 20940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是大家都一样 有史以来见证台北股市的一个新高点 那这个新高点的产生 大家有没有参与在里面呢 我相信就是说 从4月19号这个盘中一度暴跌千点的行情 一路到现在 台北股市再创历史新天价 来 有没有到一个月 没有啊 投资朋友 今天才5月14号 等于说不到一个月之前 你才看到台北股市盘中暴跌千点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台北股市创下历史的新天价 当然啦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家你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你5月份开始看我 摩尔投顾程俊炎分析师G老师 我不断的在节目上告诉你 第一个 大盘回跌是外资送礼物 那个下跌的过程 外资在送礼物你要懂得去接 当然啦 你如果不晓得如何做选股 这种创新高的行情 真的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在讲什么 我相信我的所有忠实观众 你有追踪到我YouTube频道 或者是你在我的Lite小老鼠J78 我们早就已经呼吁一档股票 当然啦 这一档股票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没有错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行情 你要好好的去利用 来 3035致元 那我相信说这一档的股票 它除了是我们在去年 获利126%的代表座之外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也其实在Lite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的节目 都跟大家聊到这一档股票 是法人弃手的股票 第一个弃手的是外资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 昨天刚破底完你就遇到大盘来做一个 创一个历史新高点 投资朋友换句话讲 现在市场上在外资砍股 投信也跟着一起来弃手 因为我的粉丝都知道啦 这一档股票 智原它是法人弃手的股票 所以只要是我的会员 还是我的粉丝 他绝对手中不会有这一档智原 那你现在手中有这一档智原的投资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散户的筹码 他已经陆续从上个礼拜开始来做停损了 尤其是昨天破底之后 今天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反攻 那我希望就是说 从明天开始 你要知道 520的行情里面 像这种法人的弃手的弱势股 他会有一个逃命点的机会 我讲得很清楚 是逃命点的机会 因为外资投信 他弃手砍这一档智原 已经是超过三个月一季的时间了 所以你手中如果有这样的股票 特别留意 好好利用我的LINE 小老鼠J78画面左下角 这个LINE ID 一定要让我知道 你的智原第一个套在什么样的位置 手中套几张 总共操作的资金有多少 接下来逃命的卖点 我要替你来做掌握 那当然我的观众 我的粉丝 只要你搜寻我的YouTube频道 某人头顾 陈俊炎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你一定知道 我们早就已经提醒了 智原有一个关键的价位 法人的成本区 你已经拿到价位的人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智原他现在 要利用520的行情来做逃命波 当然另外一档 我要特别跟大家去聊的 这一档股票就是什么 3005的神机 来 智原跟神机是这样 他两档都是我操作的代表做 神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只要是追踪我的YouTube频道 是我节目的忠实观众 他铁定手中不会有神机 因为只要是我忠实观众都会知道 我的神机是在三月份 时间过很快 像三月到现在了 很多人到智原跟神机真的是 漫漫长日 我的所有观众都会知道 我的神机是在这连续两天掌停板 00940挂牌 就直接出光光了 所以我的忠实观众 手中不会有智原 绝对也不会有神机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 这一档的神机 现在也是一样 他智原有一个 利用520行情逃命的机会 来 知道没有 法人的资金在做逃命 他是拉高来卖股票 拉高来做换股 不是一般散户投资人看到破底下跌 哇赶快恐慌的赶快卖掉 市价卖 不是 法人是拉高来做逃命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是要你手中有智原有神机的投资朋友 你要利用机会 懂得去趁着行情这个股价的反弹 来拉高做逃命 好不好 那这个时间我希望 大家你就要知道了 来 你手中有智原 3035智原 3005神机 不管你手中有几张 你加我的Lite之后 小老鼠J178 把你的 这两档股票 不管是任何一档 或是两档都有 没关系 你把你的持股成本留给我 让我知道 然后你总共现在手中还有几张 然后告诉我你的总资金 总共多少资金套在智原跟神机 还有当然了 我们会给你关键价位 关键价位是法人针对智原跟成本 智原跟神机的成本 你把你的大名电话 或者是你的Lite ID 跟我的特助来做登记 我们会给你 神机跟智原的大户关键价 那最重要的当然 来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两档股票是我 获利代表做的股票之一 所以我当然有资格告诉你 接下来这两档股票 会有法人拉高的逃命波 所以这个时间我希望 你看我的节目加入我Lite之后 让我可以帮助你换股的问题 我们已经找到智原救星 也就是说你知道智原的逃命波 卖点怎么挂 后续我们选好新的股票 叫智原救星 要帮助你 把赔的有机会把它赚回来 来 所以这一档智原救星 逃命换股的救星 我们最近陆续要带新会员 换股的新会员来做进场 所以你有兴趣想了解的投资朋友 画面上LineID小老鼠Z178 好好的来利用 让我知道这个时间点 能够帮你做逃命 能够帮你做换股 大家一起来享受520的行情 当然了新的观众朋友 也一样 我们有投信索码股 现在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ID小老鼠Z178 输入通关密语666 我们会把这一份投信索码股 直接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重要 大家务必要跟上喔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